哈囉大家好 我是Onierman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當年我追隨潮流的趣事 國中的我是個土包子 衣服褲子外套都是媽媽幫我買的 我有個同學 曹哥 他是個緊跟隨潮流的男人 就是他慢慢的帶我認識的一些台灣的牌子和店 記得他第一次帶我去台牌店 哭鼻的現象味 緊潔有力的擺設 還有酷酷的店員 這就是當時人們口中的潮店了 店員講話也很酷 例如四餐會講 吃好吃好看 喜歡的可以 再見 他們的每一句話都讓這間店變得更有質感 記得當年進去都有股無形的壓力 所以每次大家進去前 所有人都會放慢腳步 因為大家都不敢當第一個進去的 最後 站在第一個的人會很不知所措 呵呵 我真的突然變第一個 當年著名的牌子 例如 Remix Overkill Provider Survival 等等 而Dickey's的褲子像是細褲一樣 人手一件 當年一件衣服就要1000到1200 對於高中和大學的我們來說 是有些吃緊的 但因為真的很喜歡某些牌子 大家還是會想辦法買 有人認真打工 有人買二手的 有人省吃減用也要買 有人用借的也要穿到 記得當年比較轟動的事件 Remix發布了 橘色煙燻T的消息 總共30件 一聽到消息 各方Remix粉絲一早衝到桃園Smoke Car排隊 我記得前一天晚上我經過 就有看到一兩個人在排了 當天我和我朋友也去了 現場一條人籠 記得應該有1000多人 整整繞了一圈 但是牽只發400張 所以有一半以上的人 連牽都拿不到 排在我前面的是幾個媽媽桑 我相信他們是奉命行屍 而不是自己要穿的 最後我的室友抽到了一件 幸運值爆補 不過回到家穿了一次就捨不得穿 拿到網路上拍賣了 他還賣了5000元 做夢都會笑 而我因為真的很想要那件 看到他賣掉 我非常難過又忌妒 花了很久的時間才釋懷 像我們這些比較沒錢的學生 當然就會緊盯過年時的福袋活動 每一間店幾乎都會特製他們專屬的福袋 例如1000元在裡面總價4000元的東西 當年我們第一次買福袋 一進去猶豫要不要買10 店員說 就要上只剩10袋囉 我們心想 真幸運 趕上末班車 那就衝吧 我抽了一袋1000元 拿到一件襯衫1800 跟一個鐵絲1400 以我的臉無法駕馭 所以一直放在我的衣� 阿文抽到一件紫色橫花的短袖 大家沉默了一下 換宏傑抽到了一件紫色橫花的短袖 大家沉默了一下 換宏傑抽到了一件黃色的上衣 上面有彈孔 超猛 從彈孔可以直接看到皮膚 我們所有人當場沉默 這些都是我們平常絕對不會買的款式 這時店員就會跳出來緩和氣氛 好這件其實原價有1200喔 那件也要1700 所以整袋這樣其實是還蠻滑的喔 喔 之後我們邊安慰彈孔踢宏傑 邊離開了 宏傑心有不甘 我們決定一人贊助宏傑200 再讓他抽一次 轉身又走回那間店 其實我們只是想看戲而已 一走進店裡 店員看到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很驚恐的樣子 我們往旁邊一看 福袋又自動增值成10袋了 加上只剩10袋囉 噔噔 氣氛頓時有點尷尬 最後洪傑又抽了一包 他抽到阿文那件紫色橫花的短袖 大家笑成一團 這200塊花了真值得 經過那次洗禮 我身邊朋友幾乎不再碰福袋了 但賭信堅強的我 每年還是會挑幾間買 也開始能分辨有些店家的福袋 真的在清賣不掉的庫存 有些店家則是不會讓你失望 是認真搭配給你的 到大學時期 大家開始關注一些美日牌 例如 Supreme Neighborhood Original Fake 衣服鞋子 只要冠西穿過的都爆紅 例如荊棘短梯 夜光紅色 死亡之吻 呼吸系列 都是我們的美好回憶 而最猛的就是我的朋友伯君了 他花了兩萬四買了一件neighborhood穿帽 而且買太大 穿起來非常寬 至今他都沒有穿出門過 就這樣供奉在牆上 他的歷任女友都覺得他是白痴 我也這樣覺得 但他還有女朋友 我沒有 每年我都問他 你後悔了嗎 他都說 不會啊爽啊 我爽 怎樣 好吧我也沒話說 那你不要再跟我借錢吃飯了好嗎 當年在這些潮流的義務上 投注了很多心力 花了錢也不少 但這也成為我們一個十分美好的回憶 以上就是我的故事分享 謝謝 哈囉大家好 我是洋蔥 我在coolstyle潮流生活網